清末时期 在开封府封都县有个算卦的先生 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何时来到封都县 只知道他的名号叫半仙 号称能算尽天下事 别看他口号喊得挺响亮的 但人家确实是有真本事的 来找他算卦的人那是一算一个准 本来那些准备看他笑话的人 见他算卦如此神异 纷纷转为他的簇拥 称他为在世神仙 如果有不明人士当场质疑半仙的本事 必会遭受这些人的大声斥骂 半仙每次出摊算卦 他的摊钱基本上都围满了人 只是他给人算卦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他每天只算三人 而且这三人必须入得了他演员的 通俗来讲就是他每次出摊算卦 都会在人群中选出三个人 至于算卦的酬金可以随便给 多的有人给过十两 少的也有人给过一文 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能不能不给钱 而半仙听到后却笑着表示 我给你算卦试音 你给酬金是果 只有因果了结才能避免灾祸 这天半仙刚把摊子织起来 人群就围了上来 他们目光蜥蜴地看着半仙 期望他能选到自己 半仙喝了口酒 朝着人群扫视了一眼 然后他看向一个农夫打扮的男子 指了指他说道 这位小伙子请上前来 被半仙选中的男子顿时惊喜不已 急忙挤开人群来到摊位前 半仙看着男子他摸了摸胡须说道 你叫刘三喜 祖上是临水线过来封都的 看你脸相似有喜事 然后他掐了掐手指继续说道 你家娘子有身孕了 男子听完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半仙所说之言都是对的 连他娘子有身孕 他也是今早才得知的 没想这也被半仙算了出来 先生真实在是神仙 您都说对了 男子非常激动 本来心里面还是有点怀疑的 但现在谁要是敢再说半仙的不是 他准跟那人没完 半仙听着男子的恭维 不骄不躁地问道 小伙子 你要算哪方面的卦 先生 我想算算我那几亩粮食 今年能否丰收 男子有点紧张 毕竟这关乎他的生计 今年必是风调雨顺 你就放心吧 而且 你那娘子是个忘夫的命 你要好生待她 半仙笑着说道 男子听闻这话顿感高兴 留下五十文前后 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半仙收起酬金 继继续看向人群 准备再选出一位今天的幸运儿 突然他看到了正站在人群外围观看的一道衣着华贵的富商 他瞳孔一阵收缩 却不动声色地一瞥而过 指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宝经风霜的妇人上来 一会后 在人群羡慕的目光中 这位富人留下三文钱 有点忧愁地离开了 随后半仙把刚刚看到的那位富商叫了上来 富商有点意外 其实他今天不是过来算卦的 他也不相信这些算卦的江湖骗子 只是昨天听他的朋友说在这里算了一卦 让他躲过了一劫 顿时他对这位半仙起了点兴趣 所以今天他是来瞧瞧热闹的 只是他没想到一天只算三人的半仙会选到他 富商旁边的几个小厮见自己姥爷被选中 也很是激动 他们立马排开前面的人群 让富商能畅通无阻地走到摊前 这位贵客 请问你要算哪方面的卦 半仙看着富商平静地说道 这个仙不急 富商摆了摆手 然后就见他有点不屑道 你说你好称算尽天下事 呵呵 我林某人却是不信 半仙抚了抚胡子笑道 贵客是丰都县有名的豪身 叫林贵之 金银的梁庄 绸装遍布丰都 家中老父五年前离世 老母在三年前离世 妻子至今未生有一儿半女 听到这里富商林贵之突然痴笑一声道 在这封都县谁人不知我林某人 你说的这些话随便找人打听一下就能知道 何必说出来糊弄人 还号称半仙 你怎么敢的呀 半仙听到林贵之的讽刺 他却不气恼 只见他继续不急不缓地凑到林贵之的耳边说道 林家 祖上有位汉林学士 因为触犯龙颜被贬到丰都县 时代之内不得为官 然而县令王天之却是你知足弟林天之 而你家中的妻子也是你知亲妹 笑容满面的林贵之是越听越惊恐 他指着半仙大声喝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林半仙微微一笑 本人半仙 能知天下事 林贵之听到这话也是为之一愣 难道他真的是半仙 要不然怎么会知道这么多隐秘的事情 突然他眼底露出一道凶光 一闪即逝 心道 即使他是神仙 知道了那么多事情他也得死 不然我心难安 只见这时候林贵之突然一改常态 表情恭敬地对着半仙居了一躬 先生之能 林某人算是见识了 刚刚林某不识泰山 希望先生不要怪罪 半仙笑着摆了摆手 表示不知者无罪 先生的能力 我已知晓 现在我想请先生帮我算算最近的运势 林贵之拱了拱手恭敬地说道 半仙说了声好 然后掐了一会手指突然看着林贵之 表情沉重地说道 你今天会有血光之灾 林贵之一惊 急忙问道 先生 是什么血光之灾 有什么办法能够化解 对于半仙算出来的挂项结果 林贵之的内心还是接受的 显然林贵之被半仙刚刚说的隐秘是震撼道 即使现在他还抱有怀疑 却也不得不宁可信其有 而且这还关乎他的身家性命 他不得不重视 只见半仙闭着眼睛沉吟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据此挂项显示 问题是出在你之亲属身上 如果你要平安度过血光之灾 就必须从这方面入手 好了 严禁于此 希望今天你能化解灾难 半仙说完收起摊位上的工具 准备离去 林贵之文言有点阴晴不定 他知道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 见半仙已有离去之意 他索性从怀中掏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 递给半仙道 望先生莫要嫌少 半仙接过银票也没说什么 施施然离开了 林贵之看着半仙的背影瞇了瞇眼睛 随即叫来一位小丝吩咐道 跟上他 处理干净了 别让人发现 是 老爷 小丝宁笑一声跟在半仙的身后 一起离开了 随后林贵之也带着另外的几个小丝一起回了林府 杀死半仙这件事情在他心中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现在他在意的是今天半仙说的话 他的亲属中到底是谁会向他出手 回到林府只见下人来报 说是王宪令过来拜访 林贵之有点诧异 因为平时足地没有什么大事是不会到林家来的 走到一半 林贵之突然停下脚步 他喊来自己的心腹手下问道 夫人最近有什么异常 手下想了想回道 夫人这几天都会去王宪令的府上 一待就是两个时辰 其他的倒没什么 林贵之越发感到疑惑 似乎他们俩人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好了 你下去吧 他眉头紧锁挥退了手下 随后林贵之来到了会客厅 只听里面传来了娇笑声 他心中一动没有推门而入 而是悄悄俯身偷听 只听的那女子说道 老爷那人很谨慎的 如果把这药放在饭菜上给他吃 会不会被他发现 然后有一道男子的声音回道 不会的 这药无色无味 贵之他是吃不出来的 这男子声音林贵之认识 是他那个改姓的足地王天之 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林贵之突然意识到 他们要吓要毒害自己 再联想到半仙给他算的卦象 说他今天会有血光之灾 而来源是自己的亲属 他内心是又伤心又愤怒 难道这万贯家财 真的比亲情重要吗 既然你们做初一 我就做十五 林贵之目露凶光 抽出藏在腰间的匕首 他猛地推开会客厅的大门 怒骂道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杀了你们 然后不顾受到惊吓的两人 灰刀先把女人给刺死了 大哥 你怎么了 有话好说 王天之看着女人突然被发疯的大哥 给刺死了连连后退 有话好说 你们都要毒死我了 你让我怎么有话好说 林贵之怒吼道 似乎是妻子的血有点刺激到他 他猙獰着扑到族帝王天之的身上挥舞着匕首 直到王天之没了动静 他才停止下来 真是精彩啊 突然一道嘲讽的声音传到林贵之的耳中 林贵之闻声抬头望向大门口 只见半仙鼓着掌冷冷地看着他 这让他一阵意外 他不是叫人去杀他了吗 那蠢货竟然没得手 原来是半仙早就料到林贵之会派人来杀他 所以他就在一条巷子里做了一个暗道 躲过了追杀 然后绕到林府这边过来看了这一出好戏 林贵之 你看看我是谁 半仙把上衣解开 露出肚皮 只见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形子疤痕 林贵之看到半仙身上的伤疤后突然争鸣道 赵福 你竟然没死 我没死你是不是很意外 十年了 每天看到你在我身上刻下的这道吧 我就恨不得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半仙宁笑着看着林贵之说道 林贵之 你看看你妻子手中的是什么东西 我让你死个明白 什么 难道你 林贵之在半仙表明身份后就怀疑这件事是半仙赵福做的局 只是他不愿去相信而已 喝喝 没错 那不是什么毒药 只是壮阳药 赵福 呵呵一笑 然后接着说道 前几天 你妻子过来找我算卦 是仇子的 我就跟他说里原外家里有神药 你拿了药后要偷偷喂给你丈夫吃下 不然会不灵验的 嘿嘿 你猜怎么着 这漏洞百出的话 这个蠢女人竟然相信了 里原外的药也是我给的 我跟他说是炎年益寿的宝贝 你说这宝贝他会给出去吗 所以真是无巧不成书 他竟然会去找你足地去施压里原外拿到这药 而你今天被我施加了心理暗示 疑神疑鬼之下就把他们给杀了 连我也没想到 这种种误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真是大快人心啊 林贵之听完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他干了什么 他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和足弟 突然他怒吼着起身向赵福扑烂你这个恶鬼 我不会放过你的 赵福回旋一踢 把林贵之踹了回去 十年前 你杀我全家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是恶鬼 好了 杀你之前 还能让你尝到这份痛楚 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该上路了 说完后在林贵之惊恐的目光中将匕首插进了他的心脏 爹 娘 小兰 你们的大仇 我已经报了 你们可以安息了 看着林贵之的尸体 赵福喃喃说道 随后他离开了林府 自此以后再也没在丰都县出现过 只留下了一个半仙的传说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